Hello,各位同学,欢迎大家回来民以食为天,今天我们终于学到了food and drinks,就是关于吃的喝的这个单元,这个单元呢我们要学习种类非常丰富的这各种各样的食物啊,那所以大家如果饿了的话,请先去吃点零食,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学习啊,OK,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everyday food,就是你每天都要吃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食物啊,比如说像bread,bread在国外其实他吃的一些食物啊, 它是一种主食啊,这个bread,最近我在抖音上有看到这个意大利又发了一些政府救急的这个食物,然后其中给大家发的一个主食就是这个bread,OK,那所以bread啊,就是在国外非常的常见啊,在国内也很常见了现在,那全麦面包我们叫做whole bread啊,whole wheat,然后wheat,w-h-e-a-t,whole wheat bread,bread,这是whole wheat bread,叫全麦面包, 全麦面包不是号称减肥吗,所以这个好多爱美人士啊,这个单词要学会,不然在国外你点subway的时候,你都不知道那面包要怎么去点啊,那如果说你要点白面包,白面包其实就是正常的那种面包啊,它叫做white bread,white bread,w-h-i-t,bread,如果要点这个带芝士的这个面包叫cheese bread,所以我就不具体写了啊,这个面包的种类还挺多的, 那有的比如像那可颂啊,大家知道可颂长什么样,起酥的那种面包啊,那可颂呢,这还有自己单独的说法,面包的种类非常的繁杂,咱们今天不去赘述啊,大家知道bread是一个总称就可以了,那有些人呢,他可能不喜欢吃bread,他喜欢sushi,sushi这个东西啊,sushi,叫做寿司,sushi,那sushi是用什么制成的呀,是不是用rice制成的,就是米饭啊,所以rice是米饭的意思, 嗯,pasta,这是另外一种食物了,叫做意大利面,意大利千层面,叫做pasta,那意大利那个一条一条那个面叫做什么呢,它叫做spaghetti啊,那我给大家写一下这个单词啊,它叫做spaghetti,s-p-a-g-h-e-t-t-i,spaghetti啊,它指的是一条一条的,那个pasta这个单词啊,就指的是千层面,大家吃没吃过,就是它在一个碗里,然后一层,然后里边抹点肉酱, 再给你来一层,再抹点什么芝士,再给你来一层,一堆这个,然后你拿勺从上到下吃下去,这种叫做pasta啊,在意大利其实,意大利面就无论是spaghetti还是pasta,都还是挺流行的,我记得我去威尼斯旅游的时候,他们当地最为流行的一种spaghetti,就是那个黑色的,叫做墨鱼汁面啊,确实非常好吃,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觉得,my favorite food is spaghetti,我最爱的食物就是spaghetti啊,好,再往后啊,来看, 这个chips,chips啊,指的是那个薯条,薯条啊,薯条,大家可能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会另外一种说法,叫做french fries,我写一下啊,french,就是法国对单词,french fries,炸法国,这就是炸薯条的一个意思,french fry和这个chips都指的是薯条,生活里边还是常用这个chips啊,比如说在英国当中,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圣的食物,神一样存在,叫fish and chips, fish and chips,就是鱼薯啊,鱼薯,那薯条呢,有的人是喜欢蘸酱吃,有的人是喜欢放点咸盐,那如果你放点咸盐,说肯德基麦当劳就是这风味,对吧,那就是put salt on,put salt on,就是放点咸盐,那not a pepper,pepper就是黑胡椒啊,pepper叫做黑胡椒,OK, 那如果是那个酱,比如说番茄酱,番茄酱我们一般叫ketchup啊,那其他的酱我们的统称叫做sauce,OK,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,说这个never eat meat or fish,那she is vegetarian,如果对于你不吃肉不吃鱼的人来说,你是素食主义者啊,vegetarian,vegetable叫做v-e-g-e-t-a-b-l-e, 这是蔬菜的意思,vegetable叫做蔬菜,所以这些人他们是只吃vegetable,当然他也有可能吃一些鱼蛋,吃一些蛋奶类的食物啊,那比如vegetable, fruits, eggs, and rice,他们平时会吃这种叫做vegetarian啊,素食主义者,他们是不吃meat,不吃fish的,OK,meat是肉类的总称,各种各样的肉的总称我们叫做meat啊,好,然后呢,这个sugar,这个叫做糖,那糖它可以放在咖啡和茶里, 对吧,那有一些人呢,喝咖啡和茶是不喜欢那个放sugar呢,所以不放任何的糖或者奶的那种咖啡,叫做americano啊,美式咖啡,或者那个意大利啊,这个expresso啊,就是意识浓缩,也可以是不放任何糖奶的,然后tea,如果你放点糖,放点奶,是不是变成了奶茶,再放点珍珠,变成了珍珠奶茶,珍珠奶茶,bubble tea啊,确实是叫bubble tea,大家千万不要笑啊,这个, 当时我记忆犹新,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,各种各样的这个茶的品牌还没有进入到英国,当时第一个来的叫做贡茶,然后贡茶当时在写菜单的时候就写自己是bubble tea啊,好,也挺有意思的,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些fast food,fast food啊,在家长的眼里经常被看作是junk food,叫做垃圾食品啊,那我那天刷了一个视频啊,有这么个段子给大家分享一下,你说面包且全麦面包应该是健康食品吧,减肥, 这些人是会吃的,对吧,whole wheat bread for diet啊,就是一些这个控制体重的这些人for diet people,他们会吃,但是呢,面包是健康食品,vegetable就那一片菜叶子应该也是健康食品吧,一个鸡蛋应该也是健康食品吧,一片cheese,cheese,C-H-E-E-S-E,这个叫做芝士啊,那芝士这个东西也是健康食品吧, 哎,然后呢,肉应该也是健康食品吧,怎么把它们叠在一块放在汉堡包里边,它就不是健康食品了呢,它就变成了垃圾食品呢,垃圾食品啊,junk food,那汉堡包叫做hamburger,hamburger啊,那汉堡包的品牌叫做什么来着,啊,汉堡王,对吧,汉堡王的英语怎么说来着,Burger King啊,B-U-R-G-E-R 哎,大写的,Burger,然后Kin,那KFC,这你们在国外就经常会见到的,然后McDonald's,OK,McDonald's,哎,这就是那个麦当劳,这三大巨头三大品牌啊,然后呢,还有这个hot dogs,hot dogs就一个美国品牌非常著名,叫做subway啊,subway,这种食物其实本身一开始是在地铁里边,大家早上上班没有时间吃早饭啊,会应孕而生的一种食物啊,叫热狗,热狗就两片面包中, 中间炸一个茬儿,哎,这叫hot dogs,那后来呢,他这个做大做强了,就发展成subway,subway,就是subway,大家肯定也吃过啊,这披萨,就是一直叫,呃,这个,披萨啊,披萨呢,这个是Pizza Hut,Pizza Hut,HUT,HUT,HUT,表示小屋的意思,哎,我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著名的,在中国内地也做得非常好的,这个快餐的品牌啊,Fast Food Chain, 啊,Chin,叫做连锁,连锁店,OK,嗯,好,接下来啊,呃,英国非常出名的,像英联邦的国家,他们都很喜欢去吃那个fish and chips啊,鱼薯,鱼和薯条,那之前我在出国之前,英国有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食物,叫做仰望星空鱼,哎,这个我确实去了之后是没有吃过的哈, 啊,然后但是听起,就是看那个图片的样子,就让我望风丧胆啊,文风丧胆啊,好,fish and chips,那fish and chips这个鱼通常都是用什么鱼来做的呢,给大家补充几个鱼的说法啊,第一种鱼的说法,你们出国肯定是都会用到的,第一种鱼的说法叫做code,嗯,code啊,C-O-D,code,哎,这个鱼叫做雪鱼啊,雪鱼吧, 说实话,我在国内的时候,我觉得雪鱼肯定是最名贵的鱼啊,叫做什么大西洋,什么雪鱼啊,什么的,但是出了国之后,你会发现雪鱼它很大,而且它的肉刺很少,非常符合外国人的饮食习惯,外国人是不喜欢在餐桌上去吐鱼刺的,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吃那个鱼排,啊,然后这鱼排用雪鱼来做,就非常的合适啊,就整个就是片下来的就是一个雪鱼排,所以呢,这个英国的鱼属fish and chips,你可以选不同种类的这个鱼,然后你会发现雪鱼是相对来说, 说性价比比较高的,所以不是什么名贵的鱼啊,好,第二种鱼呢,叫做tuna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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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na这个鱼啊,就写的不太好,tuna,大家再写一下啊,tuna,tuna这个鱼叫做吞拿鱼啊,叫做金枪鱼啊,金枪鱼,但是咱不分什么类别的金枪鱼啊,什么蓝旗金枪啊,这个那个跟咱没关啊,咱就直接说这个金枪鱼,就叫做 tuna,另外还有一种鱼叫做salmon啊,salmon这个鱼我估计大家肯定都知道啊,熊最爱吃的鱼,叫三文鱼,对吧,哎,三文鱼,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舶来品嘛,所以它这个就是音译过来的词啊,salmon,salmon,三文鱼,这是鱼的常见的一些品类,你说中国鲤鱼用优鱼怎么说,说实话啊,中国鲤鱼在国外不popular啊, 甚至如果中国的鲤鱼跑到国外,它都变成生物灾害了,那就是所以我们就不用学,你学在国外用的比较多的这些鱼就OK了,然后刚才我说到chips的另外一种说法,叫做french fries啊,就是另外一种薯条的说法,其实fry本身就是炸的意思,嗯,fry本身就是炸的意思啊,所以french fry也表示是炸薯条的意思,好,所以刚才我们学了一些fast food啊, 那包括这个各种汉堡啊,热狗啊,披萨啊,这些东西我们都学会了,那接下来我们来学一些蔬菜和水果,蔬菜和水果呢,其实在国外算奢侈品啊,这东西肯定都是比肉贵的,那国外的肉其实相对还是便宜,你无论是什么chicken啊,chicken啊,叫做鸡肉,还是beef,牛肉可能稍贵一点,还是lamb,那这个叫羊肉啊,那他们其实相对来说都还算性价比高,但是蔬菜这个东西啊,真的分品类啊, 土豆当然是便宜的啦,你要吃绿叶菜很贵的咯,所以你看这外国教材是连绿叶菜都没有啊,他们的绿叶菜叫什么呢,西兰花,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绿叶菜了,豆角对他们来说也是绿叶菜了啊,好,咱们一个一个学,国外吃的比较多的是carrots,carrots叫胡萝卜啊,胡萝卜,carrots,然后土豆吃的也多,potatoes,potatoes,这本身啊,都是单数名词,然后都是给它加了这个复数,大家注意一下,都是可数名词啊,tomato, 还有吃的也多,哎,以O结尾的这个单词啊,什么时候加S,什么时候加ES呢,就它是一个生命体,蔬菜它怎么不是生命体也是啊,它是一个生命体,就是有机呢,这种呢,你就要给它加ES,如果它是死的,比如follow,photo啊,那这种叫照片嘛,它是一个死的东西,你就直接加S就可以了啊,然后国外吃的还很多的是这个anion,洋葱啊,anion,anion,它不叫onion,它叫anion啊, 大家注意这个发音,特地给大家标了一个音标,放在这儿,anion,国外人其实不怎么吃大葱,但是洋葱吃的是真多呀,啊,就各种各样调味,就做个汤,哎,或者做个菜,都要放一些洋葱,那披萨饼上面也要放洋葱啊,所以这东西他们吃的都挺多的,胡萝卜,土豆,西红柿,洋葱,都算吃的多的,然后有同学说,老师这根本不算它是蔬菜啊,你说的这几个,土豆是主食, 胡萝卜勉强我算它是蔬菜,tomato可以算是水果吗,哎,anion可能也就是一种调味品,所以这都不算是蔬菜,我必须要吃绿叶的,有没有绿叶的,那没有绿叶的啊,你先学这个,P和bin啊,这个P叫做豆子,豆子,bin呢,叫做豆角,那比如毛豆啊,这个就叫做P,如果是那个云豆,就豆角啊,它叫bin,所以这两个大家注意区分啊,再学一个调味的吧,garlic,叫做蒜啊,蒜,老外吃, 蒜的,老外吃蒜,而且他们还挺爱吃那种蒜香面包,就在蒜上面用黄,在面包上面用蒜和黄油去抹上,然后去烤一烤的那种蒜香面包啊,叫做garlic flavor bread,哎,这个,这个,呃,大蒜味的,这个面包,garlic,garlic flavor bread,OK,蘑菇他们也吃啊,mushroom啊,然后这个mushroom啊,它不是分,呃,这个mushroom,这就是蘑菇头,这部分它叫做mushroom cap,哎,蘑菇的帽子, 然后下边这个叫做mushroom lag,嗯,哎,蘑菇腿,好,然后我再给大家补充几个蔬菜的词,有同学可能要疯了,说到国外之后,我要吃什么绿色的菜呢,国外最经常吃的一个绿色的蔬菜,叫做西兰花,为什么它叫西兰花,因为是从西方引进的兰花,从西方引进的花叶菜啊,好,我们来说一下broccoli这个单词,B-R-O-C-C-O-L-I,broccoli,为什么我写的又这么丑,我擦了, 从一起啊,那B-B-R-O-C-C-O-L-I,broccoli,broccoli啊,这个单词说实话我学会还挺早的,因为我刚出国的时候就学会了broccoli这个单词啊,就国外确实它是没有什么绿叶菜的,你说这个小菠菜,上海青这东西怎么说呀,那国外没有这东西啊,它就吃西兰花,西兰花它是,呃,相对还是比较能储存的那种蔬菜啊,却大家长得确实是绿色呢,对吧,所以国外 一般吃西兰花,然后我去点餐的时候啊,我之前就啥都不会嘛,然后也点不出来什么东西,后来我就好不容易学了西兰花,我好歹能吃点蔬菜了啊,所以broccoli这个是西兰花,大家给它记住,OK,好,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所有的都是vegetables啊,接下来我们来看各种各样的fruit,国外的水果也非常的有限啊,那当然了有一些盛产某种,比如说你在新西兰就非常盛产这个kiwi啊, kiwi,这个叫做奇异果,或者叫猕猴桃啊,这个叫kiwi,那一般来说国外的这个水果还相对真的是有限呢,就那么常见的几种,orange,这个是橘子,apple,苹果,banana,香蕉,pear是梨,grap在国外比国内的好吃,这是我唯一认为国外比国内好吃的东西啊,国外的这个grap呢,通常都是没有籽的,就没有中间那个盒,你也不用吐籽,然后那瓶基本上也都可以直接吃进去呢,嗯,就还是蛮好的, 所以国外的grap是我觉得啊,就是好评度要比国内的这个grap好评度要高一些,但是国外的其他水果,说实话没啥吸引力啊,橙子能好一点,国外的橙子还能好一点啊,然后strawberry,草莓,草莓的这个season也是比较短的啊,对吧,还是抓紧吃啊,国外panample也有啊,就是这个,但其他的一些这个水果就少了啊,hummy melon有啊,hummy瓜,watermelon就少啊,比如西瓜,反正我,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不太有啊,美国有啊,因为美国嘛,毕竟是大国物产丰富啊,英国那种地方,可能这个气候条件比较不好,然后进口吧,哎,确实也 数量有限啊,所以大家就能忍则忍,多吃点葡萄吧,葡萄也不贵啊,在我印象中,葡萄和国内的价格基本上差不多,但是你不能按照这个,就是 呃,这个完全就葡萄最便宜的时候去跟人家比啊,毕竟我们还是有汇率这个存在的,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,哎,葡萄还是可以吃得起的啊,OK,好,下面我们再说 说一下各种各样的喝的,哎,老外的喝呢,跟咱们一样也都非常的丰富啊,那他们也喝茶, tea啊,那如果是那个红茶,红茶我们,呃,叫做black tea啊,红茶叫做black tea,你想象一下,那个红茶泡出来是不是这样黑色的差不多,没有什么区别吧,哎,所以红茶叫black tea,然后绿茶呢,叫做green tea啊,这绿茶叫做green tea啊, 呃,然后如果是奶茶呢,叫做milk tea啊,milk tea,如果是珍珠奶茶呢,叫做bubble milk tea啊,珍珠奶茶啊,这是一系列的这个tea啊,然后接着我们来说coffee,coffee呢,简直就是国外人最爱的饮品啊,那他们去喝一点hot的东西,那基本上不是tea就是coffee,那这个coffee的种类可更多了,咱们多好来学几个吧,呃, 呃,学几个你们以后常点呢,第一个叫做americano啊,americano,呃,就是先把美国拼出来,然后再加一个o,americano叫做美式啊,这个就是基本上国内,呃,不是,这国外人喝的也很多,americano注意发音,大家要学会,不然到国外之后你就点不了咖啡了,就像我一样傻啊,好,所以第一种叫美式,americano,那第二个大家喝的也多,特别是女生呢,喝的多的,叫拿铁,对吧,拿铁呢,叫做lattee, lattee啊,给大家好好拼,还没拼错了,l-a-t-t-e,lattee,叫做拿铁,拿铁点的也挺多的,然后第三种呢,现在还挺流行的,叫富瑞白啊,富瑞白叫做flat white,flat white,富瑞白啊,好,第四种啊,第四种卡布奇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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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-A-P-P-P-U-C-C-I-N-O, C-A-P-P-U-C-C-I-N-O,卡布奇诺,卡布奇诺,那其他这个咖啡的种类啊,还挺多啊,包括其实大家去到国外,无论去哪个国家,肯定都有,要么有星巴克,要么有Costa啊,要么如果去加拿大的话,也有Teams啊,总而言之,这个咖啡的品类也非常多,那你到时候去咖啡店里边可以看着菜单,学学英语啊,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喝的,比如说我非常爱喝的Costa的芒果西方年,Mongo Passion Fruit啊, 但这个星巴克也有啊,所以大家可以去那都学一学,跟人家敲流点菜,点餐的过程当中去学习一些英语,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哦,好,接着Milk啊,Milk啊,其实在国外挺挺丰富,你看国外的Milk绝对比国内要便宜,那一大桶啊,英镑大概就是一镑,美元差不多也就是两刀左右啊,那一大桶,好几升的那种桶啊, 因为国外确实这个乳制品还是比我们要更加的丰富一些,那这个牛奶啊,它分这个脱脂牛奶,对吧,那脱脂牛奶呢,叫做Skim Milk啊,Skim Milk,然后如果是豆奶的话,叫做Soil Milk,有人因为喝牛奶过敏吗,乳糖不耐啊,所以他就喝豆奶啊,Soil Milk,Soil Milk这单词我写分家了啊,它是一个单词,Soil Milk,Soil这个叫豆子,SOY, Soil Milk,现在又新出了一些什么燕麦露啊,燕麦奶啊之类的,这都我就不给大家补充了,咱们就满足生活最基本的常识就可以啊,然后关于果汁for juice,各种各样的果汁,比如orange juice,apple juice,都可以啊,这个自己往上加,然后beer,这是常喝的啊,叫做啤酒,这不说了啊,wine,wine稍微说两句啊,wine呢,比如像红酒,红酒我们叫做Red Wine啊,Red Wine, Red Wine,呃,在欧洲国家,就圣诞节前后,他们要喝热红酒,热红酒就是你把红酒和肉桂,还有什么橙子,就乱七八糟东西煮一煮,然后它也是甜的啊,然后喝起来也挺好的,所以我也挺喜欢喝那个hot red wine啊,呃,然后还有,呃,比如说这个白葡萄酒,我们一般叫做white wine啊,white wine, 在英国买酒必须得是18岁以上,那所以有同学可能长得比较小的,到超市买酒,人家可能要看你的那个护照的啊,所以如果你想去买酒,要拿好护照哦,那18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喝酒的哦,嗯,然后下一个啊,这个水啊,叫做water啊,那如果是自来水,哎,叫做tape water,tape water,或tap water啊,tap water,那这个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自来水呢, 啊,因为如果你正常在国外的餐馆去吃饭,你不跟他特殊标注,你要矿泉水的话,人家就给你上的那个水,就是tape water啊,就是自来水管里边接的,这为什么很多同学说去英国学习掉头发,就是水比较硬啊,哎,掉头发,那如果你跟他特地说的话,他会给你这个mineral water,叫做矿物质水,那成瓶装的,这个要你额外付费的啊,you have to pay for it,那这个的话就是矿泉水,那一般在国外学习,大家都喝水上, 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啊,防止脱发,嘿嘿,好,那以上呢,就是咱们今天学习的一些关于吃的,喝的,这方面的词汇,民以食为天,所以我相信这个单元的词,大家应该是记得还蛮不错的,对吧,好,那生活里边呢,我们还是要用起来,see you next time,bye。